早上好 欢迎回到5月4号的百格城包 我是夏师 这几天海内外有申请邮寄选民的你 应该陆续收到了选委会寄来的选票 除了提醒你要把握时间 立即在选票上话插后赶快寄出去外 也千万不要拍摄选票表格或信封 以免触发 一旦嘴成将面对不超过两年 或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或两者兼施 最要紧的是 为力者还会丧失为期五年的选民资格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早报头版新闻 首先登场的是前方报的头版 在竞选期倒数第五天 矛头对准了行动党 大标题就要他的读者 警惕行动党设下的圈套 包括行动党领袖声称的马来海啸 并称行动党是种族主义的政党 用谎言和假承诺争取马来选票 另外新闻统一使用蓝眼标志的举措 在前方报的解读却变成 林吉祥是在诱惑华裔选民 投蓝眼等于投给火箭 甚至指出行动党为了掀起马来海啸 不惜一切做任何事情 新报大标题像是一部电影名称 表达了纳吉和敦马哈迪两人互相闯入对方的地盘拉票 昨天是敦马哈迪到纳吉的老巢北根演讲 今天轮到纳吉 要到弗洛交仪展开造势活动 新周日报头版给了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今天早上9点将揭晓他的命运 究竟有没有资格竞选八赌国席 不过他的代表律师认为 蔡天强很可能赶不上大选了 除非法庭允许展颜八赌的投票日 接着来看社交媒体最近疯传 来自巫统区部大港主席加马 极具争议性的派遣助选法 除了在市庚庄举办抽奖活动 并送出总值25000令吉奖项 加马还公开向市庚庄渔民承诺 如果大港国阵三名候选人重选 有登记的渔民将获得2000令吉 此外加马也被拍到 亲自向路上的摩托车车辆 贴上支持国阵贴纸并从口袋中掏钱给骑士们 据了解摩托骑士可以获得10令吉 而驾车人士则可以获得50令吉 这一笔又一笔的现金不禁令人怀疑当中来源 但是加马却强调 有关款项是商家赞助而非他本人或是国阵的拨款 所以并非会选也没有违反法律 无论如何行动党是跟庄州议席的候选人黄瑞玲 已经在周一下午4点半向警方报案 最后来看伊党为了打击代表成信党上阵珍巴卡州席的聂奥玛 找来了他的母亲端莎巴利亚 透过脸书直播造势 他被递上麦克风时坦言 不知道要来给大家演讲 平常只是在家里说话 他说自己10个孩子 但只有一人偏离其他方向 而他不会跟随别的 姜维是在原本的一党 念奥玛的弟弟念阿都 早前抨击兄长违抗母亲的意愿 并形容母亲才是生命中的灯塔 没有母亲的话 他们只是遗弃的经验 此番言论在4月30号发表后 引起外界哗然 而面对家人施压的念奥玛表示 并无惧被贴上叛徒标签 因为他支持希盟是靠自己的信念 也相信自己依然是延续父亲精神的人 而念奥玛为表示尊重 避免硬碰在万劫国系上阵的弟弟 取消了前晚在万劫的演讲 今天的传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